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是大林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看了的一个 算是类似于documentary 类似于啊,它算是一个social experiment 我觉得,是由一个叫Nick Bilton 这个算是导演吧 这个人他本身呢,也算是一个filmmaker 然后他以前呢,也在纽约时报 还有Vanish Fair工作过 他拍了这么一个纪录片 名字叫做Fate Famous 然后翻译成中文就算是虚名吧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如果你要问我们的话 说你长大想干什么 一般来说呢,大家都会说是一些职业 比如说有的人会说我想当医生 我想当会计律师 因为这些职业比较保靠赚钱 或者有些人会说我想当厨师 我想当美容师 是一些他喜欢的东西 我想当运动员 或者说我想当宇航员 就是一些他们真正的就是说 admire的那种职业 但是现在的孩子 如果你问他们 你们长大了想干什么的话 不用长大 就是你想做什么 他们一般都会把influencer 就是说这个网红当成一种职业 或者当成一种向往 甚至这个influencer的这个向往 应该是排名现在是目前最高的 还超过了很多其他的职业 因为他整个的experiment 是focus在instagram上面的 所以他讲的是说 在instagram上有四千万的账号 都有拥有超过一百万以上的粉丝 在我个人认知里啊 超过一百万的follower 确实真的是已经可以 真的是非常出名了 至少是网红 是绝对的实打实的网红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 instagram上面有这么多 超过一百万以上的账号 觉得这个数目 有点不太可信的感觉 觉得很奇怪 所以他可能也是 对这个数目有一定的怀疑吧 但是这个统计 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得来的 而且他也没有说 他是怎么得到这个数据的 而且这个documentary 他是2020的时候拍的 所以有点老 现在的数据可能跟当时又不一样 那么他说的 因为这个原因嘛 他就想做一个实验 什么样的实验 就是说他想能不能 把一个普通人变成一个网红 或者说他想通过这个实验呢 就看把一个普通人捧成网红 到底需要做什么 他能把一个普通人捧到什么样的程度 或者说他也想看一下 在一个人从一个普通人 过渡到网红的这个过程中 他会经历什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 所以说呢他就在洛杉矶呢 办了一次casting 就是类似像海选一样的那种东西 然后呢他这个casting call 当时他的问题是 你想不想出名 就这么一个问题 然后结果呢 当时这个casting call 他接到了超过4000名以上的申请者 在这4000多人里面 挑出最合适的三个人 因为他只能捧三个人 就应该是预算的问题 然后他们就是先进行了一个初选 然后把人数目呢 缩小了之后呢 又进行了一次面试 然后他自己呢 组织了一个类似于像导师团的那种人 就是一个panel 然后这个panel上面的人呢 干不同的工作 有些人是公关的 有些是装工social media的 所以说就让他们去 统一的选三个 在他们看来最适合做这个实验的人 然后呢在这个阶段呢 他们问了这个所有的来 就是来面试的人几个问题 他们问了他们 你们现在的instagram上 有多少的粉丝 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 你生活中的passion 就是让你觉得 有热情的东西是什么 你想不想出名 你每天花多少时间 在你的instagram上面 你自己做了什么样的努力 让你自己涨粉 如果有一天 你能涨到100万的粉丝 你会做什么 比较有针对性的问题 就非常非常针对instagram的问题 然后呢在这里面呢 他们挑了三个 这三个人呢 不是所有申请者里最好看的 那他们也没有什么 很多很多的特长 来申请的人有跳舞的舞者 然后有那个打篮球的 就是专业那种打篮球的运动员 这些有一些很专业的特长的人 他们都没有挑 而挑了一些相对来说 普通一些的人 但是他们也不是完完全全的 一点优点都没有了 这三个人的身材 我觉得都是中上的 就都是比较正常比较好的 然后模样也长得是端正的那种 只不过是他们没有太多的亮点 或者特长 这个三个人呢是两男一女 女孩呢叫Dominique 迈阿密长大的一个女演员 她以前曾经呢演过一些小角色 但是都没有特红 没有出过什么名 她在额外呢还打了一份 就是在服装公司工作的 所以说她平时就是整理一些 什么网络订单呢 就把衣服包起来 放入那个兜里 然后寄出去 就是一个类似于 跑腿打杂的一个工作 我觉得她的优点 就是长相甜美 身材也非常的好 声音也非常好听 第二个呢 就是他们找了一个 叫Wiley的男生 他是在Beverly Hill的一家 房地产公司 给人家做PA 他说呢 他从Atlanta跑到了LA之后呢 发现大家都好像 看上去很完美啊 身材也很好啊 生活好像也很成功啊 就每个人都很忙碌啊 他感觉到了一些心理上的落差 所以在LA生活呢 有一点焦虑 然后所以说就有的时候 会吃一些抗焦虑的药啊 工作呢 觉得也不是特别的顺 就是他的老板 他不是特别的喜欢 就不太重视他那种啊 就拿他当一个跑腿的那样使唤 所以他觉得如果他能出名呢 可以帮他解决很多问题 所以他是通过这个想法来参加这个海权的 那么Wiley的优点呢 我觉得也是 他的模样呢 长得像是没有什么攻击性 看上去是那种很干净的 邻家男孩的那种状态 身材呢 不是那种最好最好的那种像模特身材 但是呢 他基本上该有的全有 就是整个的就是体型 还是不错的 不是那种就是六块腹肌的那种 但是是属于比较正常 健康的一种状态 皮肤状态也非常的好 声音也属于比较好听的那种 然后第三个呢 他们挑了就是一个叫Chris的男孩 Chris是从Arizona来的 然后他呢 就是自己的passion是什么 设计衣服啊 做一些衣服啊 他自己会印一些二手的衬衫 就把他自己喜欢的图案印在二手衬衫上 然后他说这是 让他感觉这个衣服就变成了Do you are的一个作品嘛 他平时的工作也是在潮服店上班 所以这三个人呢 都是属于我觉得有点 还没有办法得到一定程度的成功 正在希望往成功的方向 在路上在走的人 但是他们都有这个想要成名的欲望 都想需要成功 第一步是干什么的 第一步就是先给他们做一个makeover 就是说先给他们形象稍微的提升一点 做的是什么 就是剪头发 做指甲 给女生化化妆 就是非常非常简单 我觉得其实这个makeover 在我看来做的还是挺成功的 因为他们三个做完了之后呢 都感觉就是精神了很多 但是又没有觉得特别的假 都是一种 以一种比较自然的状态 给他们颜值提到 做了一点提升而已 进行了第一步的这个makeover之后呢 他就要进行了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 要让他们在短时间之内呢 给他们搞一批粉丝 那么在最短的时间 与最快的速度 给他们涨粉 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就是超能力啦 所以说这个 这个咱们的filmmaker Nick 就跑到网上呢 去找一些网站 可以帮他们买粉丝 那就是有一些网站呢 就是promise你 就是你只要花钱 就给他们instagram account涨粉 那他最后找到的一个网站呢 是给这个account是增粉的 是119.6美金 可以涨7500个粉丝 所以他就接下来 把他们三个人的账号呢 都平均一人涨了7500个粉丝 就一人都花了100多块钱美金这样 然后这个涨的粉丝 还不是一次性的加入的 因为一次性加入呢 网站你会发现你有问题啊 就就是暗箱操作嘛 所以说他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天 陆陆续续的加到这个账号里头 这种讲的粉丝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 是不是就叫僵尸粉啊 就这个它实际上是一个box 也就是说是黑客 他们自己设计的一种类似 像傀儡程序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在葡萄牙 我也发现很多 就是有一些就是网站呢 不是网站 不是喜欢写一些餐馆review嘛那种 然后经常我有的时候 会感觉那个餐馆review 去吃这个餐馆 因为他们都说review特别好啊 就吃到接近五星那种 基本上吃完之后都很失望 因为后来我就发现了 葡萄牙很多餐馆网上的review 都是买的 都不是真实的人留下来的 所以说 如果你有来葡萄牙了 千万不要看review去餐馆啊 就是 这真的是一个很题外的题外话的 咱们还是回到我们就原来的话题 那他买了这些粉丝了之后呢 他就要进入到第三步 第三步就是什么 他要给他这个账号提供足够的 有质量的内容 什么叫有质量内容呢 就是不能是你随便拿个手机自己拍的那种 那是没有质量的 他们要求做的是什么呢 是专业的摄影师 专业的灯光 然后有服装的配合和道具的配合 也简直就是跟拍那个大片没什么区别 我觉得浮华道全都用上了 比如说他可以去花很多的钱去租一天的别墅 就是有那种什么游泳池啊什么 就可以拍各种不同的角度 各种不同状态的东西 然后他们也会花钱去雇摄影师 雇服装师 然后就给他们搭配衣服 然后雇化妆师给他们化妆 就保证了他们呈现出的最终的效果 是非常非常完美的 但是道具他们会用的比较廉价的道具 比如说他会把就是这个女生穿那种笔记泥 给他放到一个游泳池旁边去给他照照片 周围有打灯的 然后有拍摄的 但是他手里拿着那杯香槟呢 实际上是苹果汁倒到了香槟杯里头 他手上要去拿要去吃的那个所谓的甜食呢 是用黄油切成块的时候撒上了可可粉装的 所以说这些东西不需要是真的 全都可以是假的 但是拍摄出来的效果要求一定是最好的 就是他们会给编了小便的那个Chris 他安排的就不是这种 就是照着美照的东西了 是给他搞的一个就是那种gym 就是私人的那种健身房 其实Chris根本就不会打那个boxing 但是也要给他穿的特别像样 跟另外一个教练去打 光打光拍还不行 还要有那种航拍 还搞了一个drum 在一个室内的就是这个健身房里要航拍 就有那种就特别专业 特别高级的那种感觉 就拍得特别特别特别像样 然后呢为了模仿假装 他们在就是做那种高级的飞机 或者去坐私人飞机 或者说去坐商务舱或头等舱的那种形象 他们还会买那种马桶盖 马桶盖 然后把那个马桶盖放在一个屏幕上面 然后让这个女生呢在这个马桶盖 这个空的这个圈这个前面站在那 然后拿一杯玻璃 玻璃杯 然后里面装了一些水 然后旁边插了一个黄瓜片 然后就假装喝这杯黄瓜水 然后欣赏这个马桶盖 不对 就是飞机外面的风景 就是就如果你离着很近的去照张照片的话 你真的看不出来还不在飞机里 你只会想到他是在飞机里面 看外面的风景 他们还会拍一些就是类似于 这个人物在登山 就做一些非常积极非常健康的东西 给他们大夏天的套了个小面袄 然后身上抱那个木头块 往那一蹦就感觉好像我是在小木屋外面 在搭这个木头 然后呢就砍这个木头 然后我要去烧火 就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自然 照片拍出来都是高质量的照片 但是所有的背景都是他们自己临时 随便的取的景 然后或者随便乱搭的东西 而且在LA呢 还可以以50美元一小时的低价 租到一个就是类似于像背景一样 不是背景 就是它是一个搭的那种set 它是搭的一个私人飞机的内部的一个set 就是说窗口它做的都是假的 旁边是打的灯 然后里面会有那种很大很舒服的大沙发 和类似像私人飞机内部的一个设施 他就把Chris带进去了 然后自己带了一些就是杯子啊什么作为道具啊 然后带了一些小零食什么的 就给他放在他面前 然后排他在这个舱里面的这个情况 就假装他是在坐这个私人飞机 当时Chris拍的就不是特别开心 因为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在马戏团里被耍的那种猴子 就太假太疯狂了 但是就是不管怎么说吧 虽然说他这些方法是很奇怪的 就是很疯狂很假的 但是不得不承认人家拍出来的照片就是好看 就是吸引人 就是让招人看 当然了这也为了拍这些照片也没少花钱 这是真的 那么随着内容的增加之后呢 他就遇到了第四步 就是他会开始发现呢 他需要花越来越多的钱去维护这个账号 因为他所有的粉丝你在买的时候 你假的这种粉丝哈 他买完了之后是不保点赞和留言的 也就是说他虽然存在了 但是你发一个post没有任何留言 没有任何点赞 就像你一个账号好像粉丝很多 但是你发一个东西没什么人 没什么热度 这就说明你的这个粉丝可能都是假的 那他为了防止别人看出来 他这个东西是假的 他在购买粉丝的同时 也要购买跟粉丝数量相当的这个点赞和留言 那么如果说这个账号 每一天发大概两三次的这个新的内容的话 那他就要买两三次 针对这个新内容的 跟自己的粉丝数量相当的点赞和留言 这是一个非常浪费钱 而且又很花时间的一个行为 所以这个 就是咱们的Nick 就是这个Filmmaker 就开始成天的给人家掏钱 这个也得买 那给买 那给他们三个 他就是轮流的给他们花钱 就真的是属于 他就是真正的金主爸爸 在这个阶段 如果他不给他们这么花钱的话 这个问题可能在一开始就会容易分崩离析 大家很快就发现他这个问题 这个事情呢进行到第五步了 也就是说收效期 大概呢这件事情做了三个月之后呢 开始收到了一些就是效果 效果主要是在就是我们这个Dominic 就是那个唯一的这个女生 他身上的 就他开始收到一些免费产品的试用 比如说品牌呢 会把一些东西免费的寄给他 让他用 用的代价呢 就是只是条件 只是让他在他自己的Instagram看上 拍一个照片 tag一下品牌 就OK了 然后呢 他就开始断断续续的收到了 什么牙膏啊 什么护肤品啊 什么零食啊 吃的东西啊 就是拖鞋啊 就是一些日常用品 很多品牌都愿意免费的给他寄这些东西 包括之前在健身房里 航拍的Chris 也开始出现了一些私人的健身房 有一个私人的健身房呢 主要主动的就去联系他 就给他提供免费一个体验的机会 条件也是呢 让他把这个经验呢 放到他自己的Instagram看上面 但是这个时候呢 谁出问题了呢 就是这个Wiley呢 他突然把他自己的账号呢 就变成了private 就给变成私人了 私人了之后呢 差不多是在他的这个粉丝 涨了三万左右的时候 他把他的账号变成private 导演就去找他 问他为什么 然后他说的原因是说 有一个他认识的人 就是不是朋友 但是认识的认识的认识的 就是认识的人 在给他发私信 通过这个Instagram 给他发私信 跟他说 我觉得你账号有问题 你怎么突然开始发 这么频繁的东西 你不要在这个世界里 迷失怎么怎么的 我会注意你的 怎么怎么样 就开始跟他说了一些 让他不舒服的东西 他心里呢 就开始感觉到了 就是这个所谓的famous 就是这个虚名 带来的一些负面的东西 他有点承受不了了 所以他当时的反应 最后想出来解决办法 就直接把他的账号 关成private 这样就不用去 就是面对这种事情了 暂时的就是停止更新 让他自己舒缓一下 所以说这个Wiley这边呢 就他就这条线呢 就只能暂停到为止 后来Wiley有一个 很短暂的回归啊 就差不多他停了两个月之后 他又回来了 但是呢 他重新的就开始更新之后 他发现没有像以前的 点赞的那么多 而且大部分点赞的和留言的 都是他 这个咱们说 是导演花钱给他挺出来的 所以他就觉得 特别没意思 就是他又消失了 唯一的女生 Dominic 他达到10万粉丝了之后呢 就出现了一些免费的体验 就不光只是免费的送的东西了 甚至可以出现一些 做指甲呀 出来做一些 就是类似于像美容院 需要做的一些项目 就也会让他做一些免费的体验 也是希望他能够通过他的账号呢 给这些服务呢 提供一定的曝光度 在这个阶段呢 这个Dominic就已经开始了 通过他的这个东西 开始挣钱了 因为他现在呢 不光只是通过Tag这个品牌呢 可以得到一些免费的产品 或者说免费的试用 现在他还出现了另外一个 他之前没有想过的 会得意的一个方面 就是他当女演员这方面的 他去面试的时候 发现大家对他的态度好了很多 因为就是他还没参加面试之前 大家就知道他是谁了 因为他的Instagram 有一定的知名度 而且呢这个callback的机会也多了很多 就是有些就是在他的真正的主页上 就是他这个女演员这个主页上 他开始得到了一些好的东西 而且呢他这个网红本身的这个事业的经营的也不错 因为就开始出现了 就是品牌会付他钱 然后呢雇他去做一些拍摄的一些事情 然后他参加了一个品牌呢 就是他们会把好几个网红呢 都组合在一起 做一个台巴车 然后出去拍一些 他们品牌需要宣传的一些衣服的照片 然后呢这些网红全都在自己的 就是这个自己的账号上面去 去给这个品牌做一些promotion嘛 然后呢他跟这个去的时候 当时是他们付他的是5000美金 这5000美金是 类似于像品牌代言费 然后加拍摄的一个费用 他就像是一个模特儿一样 去那穿人家衣服 很多网红都坐在这个车里 开到了那个目的地之后 他们在车里换衣服 下去的时候 就像那个中国拍那个集体混沙照的那种感觉 就一个摄影师 然后这些网红排队等着 轮到他们了 就下去拍两张照片 拍完了之后就回来换衣服 然后到下一个地点继续拍 然后他们穿的衣服呢 都是那种非常非常廉价 就品牌给他们提供的衣服 都很廉价那种 但是拍出来的效果呢 还是可以的 然后最后这个活动结束了之后 一天的时间也过了 再把他们挨个都送回家 就这个事就结束了 但是他现在就开始赚钱了 通过这些事情 可以当成一个类似于 工作的一样的事情做 包括他也会去参加一些展校会 展校会呢 就是因为特别多的品牌 都聚集在一起嘛 他就有机会去跟各个品牌的主人呢 或者他们搞PR的人去联系 拿他们的这个联络方式 跟他们就是商讨将来合作的可能 然后有的时候 他会跟一个品牌的那个主人 拍两张照片啊什么的 意思意思 然后tag一下他们 就他们就免费送了一双拖鞋 就是那种 不算是收益很高的一个活动 但是是一个类似于 就是说networking的这么一件事吧 就是到处去接触新的人 接触不同的品牌 其实他根本就不太care 这个品牌的东西他喜不喜欢 他只是想知道这个品牌 需不需要他这种人去宣传这个产品 如果需要的话 他的钱就是这个这个钱 如果这个品牌愿意 他们就可以合作 是这种一种关系 所以说到了这个时候呢 在Dominique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Chris就开始出现了 很负面的一些逆反心理 他开始主动去删除这个导演 花钱给他购买的留言 因为他的理由是 这些留言实在是太假 太恶心了 他受不了 所以因为那些留言都是那种 啊我好喜欢你 我好爱你啊 就是那种明明显显的 非常喜欢你的粉丝 才会说的出来的话 他就觉得这些人根本就不存在 还要这么假的说这些东西 他实在接受不了 他就只好去不停的删 因为他会觉得 如果这个留言太多 他的真粉丝呢 就会意识到他买了这些粉丝 他觉得影响他的形象 然后导演去跟他谈论了很多 但是他也不想再继续下去了 因为他一直这么删的话 就没有意义再给他买了嘛 所以说就是他不想再接受 这种所谓的虚假的捧 所以他们的这个关系呢 这个实验合作的关系 就只能停到为止了 那么现在你想想 Chris不想不停的删留言 不想跟他继续合作下去 Wiley呢根本就不想发任何的内容 所以说最后剩下的 就只剩下Dominic 但是Dominic的事业 还真的是做得不错 他现在还出现了 这个Gym品牌的 一个代言人的一个活动 就是人家那个 做那个健身房的品牌 邀请他去做他们的代言人 当然也是要花钱的 而且他试镜的成功率呢 也达到了历史最高 五个月呢 他涨到了25万粉丝 到了这个水平呢 其实他已经可以有机会 接触到一些比较大的 就是比较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品牌 已经不是小品牌的东西了 然后这个时候 导演呢就害怕一个什么问题呢 他怕呢 因为大品牌呢 他们选人的时候更严谨一些 他们也有更多的手段 可以去检查就是你的粉丝 是真粉丝还是假粉丝 然后呢 就是网上甚至有一些 可以付费的软件 就可以去查这个人的账号里的粉丝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很怕呢 如果他带着这个Dominic 去跟这些品牌联系 合作的东西呢 会被人家发现 Dominic大部分的粉丝 都是他买的 所以说呢 他就自己花钱 去网上找了一个这样的软件 自己查自己 花了一笔钱 看看查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 结果呢 查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他花了钱的啊 他查出来的结果是 这个账号里的粉丝是真的 所以说 他的 他的 他的这个总结 最初来说 就是 这个软件也是骗人的 就这个软件也不查什么东西 只是骗大家的钱 去花钱买 买一个假的心安 结果呢 Dominic就因为这个 他的粉丝多了以后嘛 结果他就得到了一个 算是他这个网红事业的最高峰了 就是他得到了一个品牌的 类似于一个赞助哈 他包了一个他免费的五星级 类似于一个假期 而且呢 还允许他带一个朋友 而且他包括一千美金的零花钱 还有呢 五星级酒店的晚餐加SPA 他需要做呢 就是发一个文 然后tag这个酒店 就OK了 所以说当时呢 就是这个就算是 Dominic网红事业的顶峰 所以他们已经开始准备好 行囊要出发了 片子是2020发的啊 所以说他们这个片子 拍到最后呢 其实是赶上了新冠的初期 然后所有的活动全部停止了 嗯 也出不了国了 也飞不了了 都全部在家里隔离 停了这个阶段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 大家也都是有一个机会啊 稍微的冷静了一下 嗯 虽然说Dominic在这段时间呢 他还有接一些就是产品的 就是品牌的 寄给他的产品 但是他没有再去有任何的 其他的进一步的一些发展了 然后在他和这个导演的 最后一次的就是联络中 就他们俩做了一个 就是说 呃 FaceTime吧 就是说打了个网络电话 然后呢 就是他作为他们这个实验的终结 就是最后一次的update Dominic就说 他说他其实呢 在这个隔离期间呢 他的心里的感受是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他说在隔离期间呢 他看到的是一些真正有才能的人 比如说他讲的说是John Legend 在那个他自己的那个Instagram上面唱歌嘛 就给大家鼓气 还有一些需要发声的人民 人们需要发声的人民 通过这个频道 或者说通过这个平台 有一个可以发声的机会 他觉得跟这些人做的有意义的事情比呢 他做的那些事情非常的虚无 非常的没有意义 然后他也不想继续再做下去了 所以说这个这个实验嘛 这个experiment 其实到这呢 基本上就是结束了 其实有时候我们想 我们觉得一个人 他要想出名 他靠的是什么 以前呢 我觉得应该是靠他的能力 对吧 你说你有什么特长 体育方面也好啊 或者你创作方面 唱歌啊 或怎么样 你有一些东西是别人没有的 而且是我们非常欣赏的东西 或者你某一些方面特别特别的突出 长得特别的美也OK 或者说你是把你的事业做的特别的好 特别的强大也可以 有一些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的 这样的人出名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现在的出名呢 实际上更多的是具备一种娱乐性质的 就是说大家认识你 脸熟 知道你是谁 知道你在干什么 说得出来你的名字 如果仔细的去想一想你到底为别人做了什么 或者你到底能干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也没有 但是在现在这个世界呢 名气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一种货币 不需要呢背后存在任何实际上的意义 只要大家有钱赚 钱是真的 名气是真的还是虚假的 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这种现象看多了之后会让我这种看客呢 觉得疲惫 我会开始怀疑或者质疑 我曾经看过的 我曾经听过的 我曾经相信的 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 但是我觉得不光是对于我们这种看客来是一种疲惫 对于做这件事情的人来说 这些虚假的名气也只能给他们带来无限的空虚 当然了如果他是一个操作成功的人 除了无限的空虚以外呢 还可以同时很快的很短时间的填饱他的钱包 所以说这就看个人的选择了 好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此为止了 这个事情其实看完了之后可以有很多方面去发散去思维 网络这个东西或者这个社交媒体 如果你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娱乐的渠道 我觉得怎么样都是OK的 就没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搞得太复杂化 但是如果你太认真了 把这个事情融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 让他牵动着你生活中的所有选择 那就开始出现一些问题 最后走之前呢 祝大家都能过得快乐平静健康 不被生活中的一些噪音所左右 能达到自己想达到的目标 好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感谢大家